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肖建华案言下半年开审 明天集团资产 罚人问津接手 2017年1月底 中国金融大鳄肖建华 据报在农历年三十晚遭中国内地公安国安待反内地 据南华早报引述两个消息来源报道 在香港四季酒店神秘失踪的大陆富豪肖建华一案 将在今年下半年审讯 但在此同时 他的前度旗舰企业明天集团却遭遇罚人接手的困境 报道指肖建华本来在下个月就要出庭应讯 因为对他的调查已告完结 案件并且已经移交检控一方 但有消息来源指 由肖建华一手创办的明天集团在变卖资产方面遇上技术性困难 需要更多时间解决 另一消息来源指 肖建华一案可能在8月或9月开审 整个事件并非一帆风顺 资产变卖需要有合理的价钱 才可偿还银行的贷款 除此之外 现在又有新的法规去规管有意的买家 当局今年下令明天集团需要变卖价值15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以自救的方法偿还银行的债务 肖建华在香港失踪后 一度在中国大陆露面 当时明天集团已经变卖了10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报道指明天集团能够成功编卖资产 对肖建华的命运大有影响 自从2016年以来 北京已经开始向一些高调的中国富豪开刀 他们大多倚仗银行的大规模贷款 而进行大胆的投资及海外收购 不过报道指出 北京当局对肖建华和明天集团的态度 相对于安邦保险集团前主席吴小辉显得较为温和 吴小辉这个月较早时候 因为诈骗和贪污而被判入狱18个月 安邦保险也遭到国家接管 但相对之下 肖建华则被软禁在上海近郊 他的公司则获准变卖资产还债 但明天集团的资产却乏人问津 因为央行收紧信贷 而监管机关也开始严格审查银行 称券商、保险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的账目 报道引述上个月中信国安集团撤回收购 香港恒泰证券三成股权一事作为例子 反映中国监管机关从严把关资金外流的情况 恒泰证券的大股东正是明天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以上是例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